李虎被木秀的话堵住了,他撇了撇嘴,然后把目光投向周水莲。 周水莲看到李虎求助的样子,他心不由得一软,刚要说什么就被木小草拉了一把,于是周水莲也不作声了。 李虎看着没有一个人帮他,他任命地低下头,乖乖地扒拉着饭吃了起来。 等到吃完饭,李虎往往桌子上一扔,然后坐在客厅看着大家忙忙碌碌的,一直等到每个人都洗漱完准备睡觉了,他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 你怎么还不洗澡? 木秀回到自己房间睡觉时,看到李虎都还没洗漱,于是就开口问道。 如今天气已经暖和了,炕也不烧了,木秀就搬回了自己的房间住。 李虎住在木水家新盖房子的二楼,就在木秀房间的正上方。 二楼房间之前没有放床,现在给李虎住下,就在房间里支起一张竹床。 竹床上铺上厚厚的棉花被褥,小男孩身上又是火气旺盛,睡着倒是一点都不冷。 不过,李虎毕竟只是一个刚满六岁的孩子,在李家的时候都是跟着赵小秦睡的,从没自己睡过。 后来,在县城里被赶去自己睡了一晚,他又惊又怕又冷,这才生了大病。 等来到木水家后,李虎看了一圈,都是外人,他于是每天就自己缩在被窝里,啪得瑟瑟发抖。 李虎又强撑着,他不想被这些人小瞧了去,但是撑了这一个多礼拜了,他有点撑不下去了。 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,李虎就开始磨蹭起来,不想回房睡觉。 天天洗,天天洗,以前我都是一个月洗一次,来这里后,天天逼着我洗澡,我身上又不痒,我讨厌洗澡。 李虎本来情绪就不好,被木秀这么一问,又炸毛了。 随便你,反正你要是不洗澡,臭了嗖了,是你浑身长满小虫子,又不是我,你小心晚上小虫子趴你身上,把你一点点吃掉。 木秀说完这些话后,把堂屋的灯一吹灭,静止救回自己房间了。 堂屋的灯灭了,顿时整个屋子都黑了起来,李虎打了个哆嗦,急步跑上楼,衣服都没脱,赶紧钻进被窝里,用被子把自己的头蒙上,最后昏昏睡去了。 等到半夜的时候,不知怎么的,竟然下起了雨,雨开始只是稀稀疏疏的。 忽然一道道闪电划破夜空,紧接着闪电落下的就是一声声的炸雷。 轰隆,李虎被雷声惊醒了,他刚睁开眼睛,就又是一道闪电,把窗户外面全部批凉。 李虎浑身毛孔都立了起来,随即感觉身上有点痒痒的。 李虎想到木秀说的小虫子要来吃掉他,顿时吓得开始尖叫起来,不过尖叫还是抵消不了他心中的恐惧,李虎掀开被子朝楼下跑去。 李潘帝刚也被雷声和闪电惊醒了,木小草正抱着他在哄,忽然听到李虎的尖叫声,他刚站起身打开房门准备去看看,结果一道黑影就冲到了他的怀里。 木小草低头一看,竟然是李虎。 娘,哎哟,怪兽,我怕,怪兽要吃我。 李虎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,他紧紧抓住木小草,浑身不停地在颤抖着。 木小草被身高也只是到他腰的李虎抓着,他低头看着正怕得嚎啕大哭的李虎,心软了下来。 上次他这么抱李虎,还是李虎一两岁的时候了。 当年,那么小小软软整天在他怀里,被他当成眼珠子的儿子,自从他能跑会走后,就被赵小琴带着再也不跟他亲近了。 木小草伸出手,轻轻地拍着李虎的后背,语调不由地放缓地说道, 胡子,别怕,娘在这里保护你。 木水夫妻带着木小花和木秀,是住在二层楼房的一楼,李虎住在二楼, 而木小草带着李潘蒂还有陈徐辉住在院子里的平房里。 李虎冲出来的时候,大家都被他的尖叫声给吵到了。 周水莲在房里安抚木小花,木水和木秀则都是披着衣服出来看发生了什么, 结果却是看到木小草搂着李虎正在轻声安慰。 怎么了?木水沿着走廊走到了木小草的房间门前。 当初盖房子时,木秀让师傅们坐了走廊,把所有房间连了起来。 走廊上还搭了遮挡云水的屋檐。 当初大家还觉得麻烦,后来下起雨来,这才觉得这走廊简直是太方便了。 大家走来走去,又不会淋雨,也不会失脚。 火子怕打雷,木小草解释道,我才不怕呢。 李虎突然闷闷地回道,看着李虎嘴硬,木秀笑了笑,对着木小草说道, 他今晚没洗澡呢,脏乎乎的。 木小草愣了愣,然后拉起李虎说道,走,去洗澡。 最后,李虎洗得干干净净后,躺在了木小草身边沉沉地睡去了。 木小草看着李虎熟睡的样子,有些发呆。 李畔蒂这时候凑到木小草身边,语气有些怯生生地说道, 娘,你以后是不是不喜欢我了? 娘最喜欢你了,你不要瞎说。 木小草听到李畔蒂这么说,又看着她委屈的脸,不由得心疼地摸了摸她的脸。 可是虎子来了,她以后就跟我们住在一起吗?我讨厌她。 李畔蒂说着说着不由得哭了起来。 看着娘对李虎态度的转变,李畔蒂敏感地心里生出了浓浓的危机和不安。 畔蒂,乖,别担心,你是娘最好的女儿,娘最疼你了。 木小草头转向了李畔蒂,又开始安抚起她来了。 等到把李畔蒂安抚睡去,木小草看了看身边躺着的儿子女儿, 见识生出了一种不真实感,随即又叹了口气,躺下也睡去了。 第二天,大家还是先去地里干浓活。 昨晚下了雨,所有作物看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样子。 当所有的事情做完,木水和陈学辉驾着牛车,去了昨天发现香榛树的地方, 两人又找到了另外一条路,牛车正好能进去。 两个人找到了香榛树,因为刚下过雨,泥土松软, 两人倒是没有费太大功夫,很快就挖了出来,树根下面还包着土, 用带子固定好,放入了牛车上,拉回了家中。 当初楼房和围墙后面间断了一段距离, 木秀和陈坚强在楼房后面挖了两个坑。 香榛树运回来之后,就种在了那里, 后面的位置还能再种上三棵果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